一卡车的水全部倾泻而下 数百斤重的水流向地面 可令人费解的是 眼前的公路就像有魔法一般 瞬间就将水给吸干了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其实这正是如今流行的海绵公路 也被人称为吸水公路 仔细观察路面会发现 这上面有无数细小的孔洞 当水进入路面后 就会迅速向下渗透 经过下方的石子层 寻常下雨天时 这些雨水便会被储存在这里 可一旦遇到暴雨天气 雨水就会继续从石子层向下渗透 直至地下管道 一起流向别处 避免了路面积水的情况发生 有人可能会质疑 吸水公路的排水量 但曾经有工作人员测试过 就算是将一辆洒水车的水 全部洒在同一片公路下 用不了一分钟 谁也会被彻底吸光 这个设计不仅能避免暴雨时 路面积水的问题 甚至还能减小洪水的威力 将整座城市的道路 都变成相应的排水管道 与传统的防洪措施相比 这样的设计确实更胜一筹 不过令人最担心的 就是吸水公路的质量问题 若是经过长时间的水流渗透 路面的质量下降 岂不是会导致路面出现破损 间接导致交通事故发生吗